永春泉秘诀释发 岭南永春泉 相传是中国武林圣地少林寺的镇山泉 创与五枚大师 始于师祖严永春女士 严于南海梁赞先生 成于叶问宗师 自从叶问宗师 在香港二十多年来的努力不懈惠人不倦 这派时而不华变化万千的永春泉 赡养海外 光大到英美澳等世界各地 逃离遍天下 本片 德蒙永春正统招允体育会赞助 招允师父率领公子招红军 高徒李应旧 李耀 李发泉 李海生 尹贯忠等做示范表演 现在 由李海生与招红军示范 自由波击 这是永春泉重要的练习之一 常常师父以教弟子 师兄以教师弟 用本门的拳技 招数 法度 不断地来练习 勿求熟能生巧 运用存乎一心 这一位是尹贯忠师兄 他练的是三合装 这是永春泉练装的基本功夫 圈 根 滚等手法 熟练之后 也就少有所成了 接着 是由李发泉师兄 教招 用练装的招数 来拨击 现在是李耀师兄练装 永春泉的装手就是打手 要不断地来练习 永春泉 是朝行追击的拳术 他们正在相互面对面的追行 争取两点成直线 最短 最近的有利机会 这一位是李海生师兄 他是永春泉的高手 曾获1967年 仙岗先生重量级的亚决 他正用着装手来进击对方 这一招 是永春泉的绝招 爆牌掌 这一招 是削脚手 这位是德高望重 无意精湛的招允师傅 逃离满门 惠人不倦 他现在正在示范 练装绝技 招师傅 现在又在指导 他的高租李应旧军 进招拆招 这一位是他的公子 招弘军 这是内门标手绝招 这一招叫做鞭蓝拍手 这是李应旧与李海生粘手 粘手是永春泉 必经练习的功夫 是用来训练习的功夫 这是用来训练乔手 出去反应的 这一招叫做外门边缆打扫 是他与李海生师兄巧手碰结之后迅速变化 拉下对方的巧手 用右手在中位冲出一招 可用拳也可用掌 这是咏春拳万千变化的攻手 咏春拳的装手共有一百零八招 招呼军师兄深得乃副招师傅的秘传 特别演出其中六十招装法 上面的示范是攻击招数 都是以这些装手作为打手 咏春装手是咏春拳练习申请 定位 法度 招手 触觉反应等一切的基础 假如少有错误 就无法学习到咏春拳的精华 中线攻击与防守 咏春装法是与少林寺国术高手 练习打木人是渊源有自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